吓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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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心啊 我怕我的蒸汽震到你 OK啦 是吧 為什麼現在手機越粗越剪硬 倒到我不拍這一集都不能 那剛剛就出了一台新機 人稱 Pain Oster 印度 不是那個印度啦 Hoy Horner X9B 1499買到 講著這個名字 其實真的有點像出口 因為又有X 又有B 你以為這個稱號是哪裡來的咧 來自廣大的YouTuber 和我自己的影片 上一代Horner X9A 你們記得的話 我是拿我家的阿蝦直接撵過去 不帶一絲猶豫的那種 然後他又真的沒有壞我 聽說買他的人啊 水平率就只有0.6% So Honor X9B就來了啦 他的抗摔能力 又又又提升了啦 從原本抗跌1米 現在變成了1.5米 而且360度 也就是說上下左右前後 是整個集 全角度防護 最重要的地方咧就是 Screen 他也強度增加了3倍 甚至還拿到了什麼 瑞士SGS5星抗摔耐跌認真版 這種東西咧 你們不要信這樣多 我自己是就是最真實的啦 沒有Screen Protector 沒有Casing Mak Tomo 第一個測試啊 來打木板 沒有人在Pukipinan打過 板咧 用它來打 不然我可不可以了 我想叫人家幫我拿 我Tekwondo啊這個板 特地跟那個Tekwondo的Society借的 你們有時間嗎 我最近在練空手刀 你幫我抓住好不好 來 你小心啊 然後我怕我的蒸氣震到你 Tekwondo Tekwondo 他叫我馬賽克 打爛了 看到我蒸氣嗎 我震到他咧 Tekwo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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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咧就已經爆了的啦 手機咧 我剛才是在這個角度 狠狠的給它下去的 花都沒有花我的天 然後這個樹皮完全沒有事情 還是一片美美的皮 這個曲面皮有點好料 你看沒有試的完全 第二個測試 我們來摔樓梯 它除了碰到它的腳腳邊邊 它的正面背面都是會傷害到的 這個就是我要的啦 OK找到了一個絕佳的樓梯了 這邊有一二三四 最少有十格啦 對我是一個很初心的人 我就是走樓梯會跌手機的 這麼好沒有滾呢 OK我知道了 我要這樣子 給它轉 哇那個聲音 反正都下了 下滿去了 啊 沒有絲 你竟然沒有絲 花都沒有花一點 這樣美的那個腳腳邊邊 喂花都沒有花咧 於是不死心的老闆娘 在樓梯口抓到一個冤總 冤總結過老闆娘的木板 老闆娘叫她用手機挺下去 大大力啊 你要這樣子抓 你要這樣子 對然後中間從中間 一二三 謝謝你 哦你弄壞了 沒有啦 沒有壞 喂 真正的高手要出來了 其實阿肯是 Tekwondo黑袋 不是是真的 不是小袋 他真的是黑袋 他從小學就開始打Tekwondo了 所以我們總共一共有三片板 最後一片 留給你了 我不知道你是要怎樣 一個人拿板 然後一個人用手機打啦 我不知道你是要怎樣 聽說這個講求的是速度 嚇到我 哇 果然是黑道 欸不是黑道 大家也是吧 喂 能動沒有先 鏡頭有壞沒有 很厲害啊這個手機 真的真的是沒有事情的 我幾大力放 不是我厲害的嗎 這句話我想講 自從擁有了這個手機之後 我就不是動啊 很丟臉 我看到這邊崩了 應該是剛才我丟樓梯 丟到太多次了 這邊一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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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壞掉 它就是凹進去一點點 花了一點點嘛 但是已經很厲害了 最後一個測試 我們就是來要來 大螃蟹 用它 但是我要首先要找螃蟹 你們 可以看一下你們嗎 可以啊你稍等一下 你們有螃蟹嗎 我們沒有螃蟹 我們這個是火鍋跟燒烤 沒有螃蟹 主角來了 各位觀眾 他剛剛給了我這個 傻的啦 我會用這個嗎 當然是用這個啦 拿這個呢 他已經敲碎了 所以我沒有辦法敲 我們就敲這個 只有一些螃蟹碎碎吧 這邊花了一條 但是沒有事情 打這邊 打這個很硬的 嗨阿B 用旁邊 這邊吃不到你 看到沒有 給你們看看打完螃蟹之後的戰績的手機 除了這邊有一點點黑黑 這個是螃蟹的那個扎 前面是沒有事了 走走走走 攝影機 拍照 沒有事情 太厲害了吧 這個HONOR S9B很硬耶 螃蟹都解決掉耶 其實就算你真的碎平啦 也沒有關係 因為HONOR他們現在有免費送365天 前後甩warranty 前後啊 就是screen hold guy 還有這個鏡頭的玻璃 它都是飽買的 總之你在365天裡面你摔壞 免費換 這時候我早有人會想問的啦 我要這樣堅硬的手機這麼咧 我又沒有拿去敲螃蟹 你堆 但是意外是會發生的嗎 人是會手滑的嗎 你看你自己身邊朋友這樣多啦 都是用這裂屏的手機你就知道了 因為screen的錢是很貴的 這樣最起碼是保證你省了一筆錢啦 OK 測試我們已經結束了啦 這時候我知道你要問什麼 就是除了HONOR S9B更加硬之外 它到底還有什麼新功能呢 我幫你整理了6個升級點 第一 電池 它從上一代5100毫安 現在升級到了5800毫安 這樣薄的手機 它竟然塞得進5800毫安 實在是不容易啦 而且還要賣你1499 兩天一充 TOTALLY沒有問題 第二點 內存啦 它上一代其實就只有8GB RAM 但是X9B直接給你12GB RAM加256GB ROM 只有一個版本罷了 所以你就不用煩你要選哪一個啦 而且它還是UFS3.1的閃存速度 開Apps 開camera都會比較順一點 第三點 screen 它比上一代大了1.6.78吋 而且它的亮度也是提高的啦 1200Nits 在大太陽底下看其實也是很清楚一下的 刷新率是120Hz昇華 然後還有1920PWM護眼條光 第四點就是拍照啦 它從上一代的64MP現在 咻咻咻身上了108MP 然後還有一個很好用的功能 叫做硬眼抓牌 現在你們也可以在X9B身上體驗到了 第五點就是處理器啦 它現在處理器用上了 Snapdragon 6 Gen 1 第六點 新的設計 它其實這次呢一共有三個顏色 有黑色 有青色還有 最特別就是它了咯 因為它的後蓋喔 是樹皮的 樹皮給人的感覺喔 就是貴貴的樣子 而且它是不沾指紋 那它的設計語言呢 也是有一點點 像搖搖領先 Made60 Pro 尤其是鏡頭這個位置 就是一個大眼睛 然後旁邊它有一個巴黎式丁去裝飾 整個是一個四驅面屏 手感算是蠻對得起它這個價錢的 ok 今天的暴力測試加快速上手咧 就已經到這邊了啦 如果你們下次還想看我丟手機的話 留言告訴我 掰掰